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便开始了闹腾 说什么也不用日货了 说到这东洋货 明秀是既爱又恨 爱的是他便宜实惠又好看 恨的是 造他的人偏偏打了洞北 他想起了同学们的话 用东洋货就是给日军递刀子 望着铺落满床的物件 明秀心生矛盾 自己的这些东西如何处理 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吃药 父亲的杂货铺被进不同行举报 也很长时间没有了生意 家里一时半会儿又哪里有钱来买国货 明秀老爹林老板显得更加烦躁 都快吃不饱饭了 这群啃老的小崽子们还在天天喊爱国 难道爱国比吃饭还重要 现在谁身上家里没几家日货 对门同行宇长祥比自家铺子里的日货多得多 只是打点了五百块便没事了 林老板愤恨地抖落着学生会送来的信 这群吃饱了没事干的东西 明显地把爱国当作买卖来干 既然那么爱国 为什么不去东北前线呢 权衡了利弊 林老板决定模仿郁长祥的做法 将老婆的镯子当了 凑齐了四百块爱国礼钱给党部和商会送去 政治年根底下 他认为这钱很快便能赚回来 顺便说一下当时的四百块是什么概念 1930年的猪肉两毛到两毛三亿斤 四百可以买接近两千斤猪肉 而当时一个男工 一个女工 一个同工的三口之价 按照每天工作十小时 每月工作三十天来算 一年收入不超过四百五十块 商会余会长对于林老板的爱国主义行为赞叹不已 他表示 党部张委员最近又要添一房姨太太 如今大敌当前 只有为委员解决了问题 大家才能一致对外 即全国之物力 量党部之安心 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 林老板连连点头 自己作为一个爱国商人 以后会坚决围绕在党部和商会周围 卖国货 卖真货 卖好货 第二天 林老板便早早地开了门 安心地卖起来换了标签后的日货 为了刺激交易 他又挂出了九折的标语 和想象中的报复性消费不同 大家只是过过眼瘾 却并不买单 前面说过了 一个三口之家的收入并不算太少 可扣去地主的租金以及乱七八糟部门的税钱后 也剩不下几个钱 买了日用品 那肚子就要该饿了 着实花不来 林老板闷闷地躲着步子 减价 换标 人情拉拢 能做的自己都做了 可乡民们的确没钱 这没办法 看着贵中一上午卖的那一块钱 林老板猛然想起 明天又到了该还利息的日子了 要说杂货铺不赚钱 那是不可能的 林老板做生意认真自信 并且没半点不良嗜好 以往每年年底结算 账面上的收款都能有个千八块 可最近一两年 捐税和打点越发严重 林家铺子赚到的钱几乎都给了党部和商会 举办活动要交钱 红白假局要交钱 打点关系要交钱 打仗军相要交钱 兵哥哥们来吃拿卡药也得交钱 一年算下来可能还会亏个几百块 想要维持生意 不得不借贷周转 除了钱庄之外 林老板还借遍了街坊邻居 他只盼着熬过这段苦日子 将来政局清明了 官爷们能少来敲诈几次 至于生意 他是有把握的 毕竟林家铺子卖的货比谁家都便宜 晚上送走前来所要利息的猪老太太后 盘点着账面的林老板不由地琢磨了起来 上个月派出去收账的伙计瘦生 至今都没个动静 不能再等下去了 即便一千多的收款全都能收回来 也还不上那接近两千块的欠款 如今只有赔本清仓回笼资金了 做买卖赔钱不怕 毕竟有赚有赔 但没了流动资金 那这买卖便做不下去了 八折大促销的生意果然很好 店内的伙计们忙得衣衫都是了 每卖一件货 林老板的心便腾上一次 只一每块都会赔上个三五分 同行们嘲讽地看着热闹 这赔本的买卖现金竟然有人做 罕见得紧 乡亲们知道已到了底价 于是纷纷抢购 什么东洋货 低刀子 大家可不在乎 哪个便宜实惠 哪个就是国货 清仓的日子只持续了两天 一二八送户会站便打响了 从黑暗中再次传出来的小英雄们 将抵制日货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的口号也响彻了全镇 乡亲们不买东西了 开始三五成群地讨论着 日均飞机上的炸弹到底有多大 最好大的出奇 那林老板铺子的东西还能降价 这天早上一开门 林老板的头便大了起来 出去收收款的寿生还没回来 最大的欠款动静就来了人 林老板本打算地以战事造成交通不便为由 拖上几个月 可前来的上海客人并不是这一套 你有困难我也有困难 我考虑你谁考虑我 他要求林老板务必次日凑击欠款 自己打算第二天便回上海 无奈之下 林老板只好去钱庄打算再借点应应急 即便是钱庄掌柜趁火打劫高台利息 自己也认了 可听了林老板的话 钱庄掌柜表示一分不见 再三追问下 钱掌柜说出了实情 东家得到了内部消息 日本兵闹大了 上海霸市银行封关 钱庄以后也只进不出 他告诉林老板 年前必须还上早些时候借的那六百块 不论林老板怎么商量 钱掌柜都是两句话答复 八折促销了好几天 要说没个六百块 谁信呢 一边是等着拿钱的上海客人 一边是等着归还借款的镇上钱庄 走在墙上的林老板甚至想跳了河 一了百了 面对着上海客人那不耐烦的眼神 林老板只能不断地陪着不是 他恨不能将祖宗三代都拿出来发誓 门外的雪又大了起来 一条街上冷清清的也没个人影 正在这时 出去收账差点又被抓取冲军的伙计受生 带着装票和钱回来了 林老板清点了一下 总共五百多块 全部付给上海客人也还差一百多 幸好 那上海客人也没太为难人 结果钱后便通融到了正月十五 只是怕钱庄受战事影响 关门取不出钱来 他让林老板将装票换成现阳 林老板一边让小伙计去钱庄兑换装票 一边拿出特产准备为上海客人送行 不巧的是 有些笨拙的伙计不但没拿到现钱 装票还被钱庄扣押了 钱掌柜开心地表示 金收到一百三还欠四百七 林老板气愤地亲自前去 可得到的也只是敷衍 在林老板的再三保证下 上海客人走了 只是那份发货单却没带走 这下好了 年后没得卖了 清朗的年关终于过去了 镇子上的铺子也倒闭了几十家 林老板不得不面对接下来的问题 欠着钱装的四百七十块 要去哪里弄钱还 正当林老板愁眉苦脸之际 精明能干的受生生出了主意 随着上海战事的胶着 难民们开始涌向全国 日军凶得很 人走可以 但不需搬东西走 许多难民根本无法携带多余的物品 受生建议林老板将脸盆牙刷毛巾等打包销售 一块钱一组 幸运客运的同时 铺子里别的东西也能卖不少 要论这种小百货 镇子上所有的杂货不存量加起来 都不一定比自家的多 趁着上海难民手里还有些余钱 这买卖也算不得发国难财 说干就干 林老板叫上伙计 到处张贴广告 顺手又把拖欠借物半年多的 王家铺子的脸盆毛巾搬空抵账 至于王家几口能不能活下去 他可管不了那么多 一块钱的活动很成功 成功的关键不仅在于赚了难民的钱 关键在于赢得了同行们的忌妒 于长祥当天晚上便造了林老板以色要跑路的药 面对着前来药债的朱三太和张寡妇 林老板语重心长地表示 经营着镇里生育最好的铺子 自己怎么会跑呢 他建议朱三老太太和张寡妇 不要信咬 不要传咬 更不要造咬 这样很容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当了枪使 作为几十年的老邻居 林老板的话还是有些说服力的 朱三太和张寡妇经过反复的确认后 打消了信头的疑虑便回了家 从伤半辈子的林老板 要是看不出这是郁昌祥干的 那坟头草估计都得两米高 可他眼下只想赚钱归还钱庄 没有丝毫节外生枝的念头 于是匆匆找到商会余会长调停 听闻来意后 余会长爽快地应承了下来 不过话锋一转 最让林老板挣住了 党部补局长前几天在灯会见过林明秀 一见钟情想拿个歉 补局长已经年过四十 十几房姨太太都没生出个儿子来 要是林明秀嫁过去生下个一儿半女 摇身一变变成了局长太太 大家都跟着沾光 见林老板不作声 余会长又放缓了口气 骗一个人是舔狗 骗一群人是战狼 虽然都挺畜生 但舔狗总有机会成功 你把自己想象成他们的人 倒也算不上失败 相比于林父的摇摆不定 林母的态度就坚决多了 黄花大闺女去给别人做笑 想都别想 这事到哪说理自己都不怕 花多少钱都舍得 林父有些感慨 这个艰难困艰 艰困难艰苦的世道 有理有什么用 有钱有什么用 人家可是有枪 有钱没枪 你家是银行 有枪没钱 到处是银行 很显然 林母的这种 闺女也不想卖 生意又想做的举动行不通 尽管她不断地烧向拜佛 第二天党部派来了便衣 二话不说将林父带走 前去探视却被拦在门外的授声 不得已只能求助余会长 余会长表示 这事还真不是自己和补局长做的 而是党部的刘副主席 年前卖日货的时候没有打点汤 刘副主席心里不高兴 按理说 补局长帮忙说句话也就没事了 可总得有个光明正大的理由 即便是不走补局长的关系 将人保出来 空着手也办不到 剑瘦身无动于衷 余会长又伸出了四根手指 可林家铺子现在居哪弄四百块 正当林家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郁昌祥却派来了人 他们打算低下将林家铺子里的 一元货采购一工 谁都知道 这明显就是圈套 党部要钱 补局长要人 郁昌祥要货 可知道归知道 想要救人也只能硬撑下来 保释出来的林妇丝毫轻松不起来 钱没了 货没了 现在钱庄家家放邻居一千多的债 补局长还等着要人 眼下就是神仙来了 这日子也没法过 思索了两久 瘦身建议林老板带着名秀卷铺开跑路 要跑路那就以早不宜迟 在林母匆匆将闺女许配给受生之后 浙江林家铺子老板带着他的小女儿跑了 林家铺子正式炫告破产 同时林氏P2P也一起爆了雷 四日 得到消息的林立乡亲们堵住了门口 借几百块的几十块的都有 大家盼望的青天大老爷能给自己做主 可青天大老爷可没空搭理他们 补局长忙着问林明秀去了哪 余会长忙着问县阳去了哪 兵哥哥们忙得维稳 有带头闹事的杂种 怎余力开枪几笔 闹剧第二天便收了场 补局长依然听着京剧 时不时地打赏着 余会长还是那副老样子 东悄悄西咋咋 林家铺子一元货的招牌 挂到了玉昌祥门面上 镇子里的人们和往常一样 来去匆匆忙于生计 林傅坐在乌蓬船里 不知在想着什么 青天百日交映 一片朗朗乾坤 电影简单说完了 下面聊点和电影有关的 一个最原始最简单的社会模型 总是存在着两个群体 管理群体以及被管理群体 两者之间发生直接联系的 往往只有一项 收税 因为任何一个管理群体的目标 都是把最多的恶毛 听最少的恶叫 当社会产生不了 约束管理群体的共识 面对着税收不足以满足 管理群体日渐增长的欲望之时 最重要的缓冲群体便出现了 电影中的林家铺子便属于此类 它们产生于一切社会活动当中 同时很清楚自己能够 长久活下来的三点原因 为被管理群体提供方便 意图稳定社会 为管理群体提供更多的税收 用来吃喝玩乐 如果出现了问题 自己主动背锅 试想一下 如果缓冲群体提供的额外税收 也不足以满足管理群体的欲望之时 会发生什么呢 就是电影结局的一幕 缓冲群体背锅 你可能会问了 大家也不全是傻子 你这样搞 出了事大家不就知道了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 先引入两个名词 第一个沉默成本 即不可回收的 对决策正确性无意义的成本 最常见的就是 来都来了就凑合吃点吧 都输了这么多了 不懂的话就捞不回来了 管理群体会设置 足够多的缓冲群体 来分散被管理群体的沉默成本 比方说地方债爆雷了 你并不能去赌政府的门 否则在你征信上下手 以后贷款都贷不到 或者从你的子女档案上下手 以后优质的岗位 想都不用想 现实不一定如此极端 但道理是一模一样的 如此一来 大家考虑过沉默成本后 通常会自认倒霉 第二个名词 自我欺骗 即避遍受到更大的伤害 或想要获得更大的利益时 本能地屏蔽自己的感知 所做出的行为 比方前面所说的 那些地方债爆雷的人群 为了避免陷入自我批评 自我怀疑的处境 往往会不用自主地将事情 强行美化 合理化 或直接甩锅 要么诬陷都是境外实力搞事 要么美化 这是牺牲精神 这是爱国 你如果有能力去帮他解决损失 他会立马改口 因为挽回了损失后 他就不会陷入自我批评和自我怀疑 更不用自我欺骗了 其实说到这儿 完全就可以解答了你的问题 不过今天心情好 就多喷点 通过上面的解释 几乎所有的类似群体 最后都会本能地将自己的行为 美化为牺牲 爱国 因为这样不仅可以避免 陷入自我批评 自我怀疑 还可以将自己的行为合理化 同时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利益 假如管理群体不是太笨 那就顺水推舟 将这群人已经损失的利益 归还一部分 作为爱国的补偿 慢慢形成条件反射 爱国的确是一门生意 只不过他得到的利益 原本就是你自己的 再来说是那些天天有事没事 喊着爱国 企图得到实际利益的 他们以爱国为最高的道德准则 打着爱国的旗号 什么东西都想要 什么价格都付不起 全世界都是他们的核心利益 谁喝口牛奶都侵犯了他们的底线 但一旦要真的动手 他们只会坐以待毙 就这个物种 不爱打不是见鬼了吗 好了 回到前面 你养的狗咬人 不可能让狗去赔医药费 坚决否认这一点的 要么是养狗的人 要么是人养的狗 缓冲群体背了锅 倒下了 那么原本维系着管理群体 设置生活的所有税收 都要落到你头上 这也是为什么资本加垮了 很多人却要跳楼的原因 原因和传导过程大体又轮廓了 那解决办法就好找得多 只要针对着如何运助 管理群体的欲望来研究 绝对不会错 比方说 完善全体都认可的规章制度 减少管理群体的数量 按照最低收入群体的标准 来制定差额税收 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 让所有人都对脚下的土地 生活的环境产生归属感 让每个人都明白自己为谁而战 为什么而战 至于爱不爱国那不重要 因为你家就是国 你自己就是国 我猜你又会问了 现在的玩法 不也能维持社会稳定吗 为什么要改 那是平和时期 它走不远的 比方说这部电影 换位思考一下 假如我是电影里的乡民 想让我支援抗日 门都没有 想让我保卫老爷们的优越生活 玩去吧 日军来不来都是这个鬼样子 那索性独八大的 去带个路 明白了吗 仇恨和压迫 永远也不能维持社会的长久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儿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间 axID 我们下期间 念